所以 修佛人真相往生 念念提起佛号 放下气情为 你有这样的功夫 有这样的本事 你是极乐世界的人 与这个心修佛相应不相应 相应 阿弥陀佛是自信的道 我们用它来 把七情无欲这些杂念 扶住那叫修 这是一桩四经 不是两桩四经 全心成修 起心动念 全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信的了 念念是阿弥陀佛 其他念头出不来 都被控制了 都被压下去了 那叫修的 你能把烦恼习气 统统控制住 统统石头压草 都压下去了 没断 烦恼没断 控制住了 压是控制住了 修德了 修德跟信德是一 信德是阿弥陀佛 现在也用阿弥陀佛来压 信修佛儿 全信成修 全修在心 你看看 这信德是清净平等修 由于这个 想不想念 妙极了 是念佛人的会念 念佛人 喜怒哀乐 气情无欲 还是常常爆发 这个不行 这个是造业了 造什么业 轮回业 你在贪心 轨道 你在制造 木轨道 发脾气成恨 你是在制造地狱道 制造出来 谁去啊 自己去啊 不是别人去啊 愚痴 愚痴是 邪症不能辨别 是非善悟 都搞不清楚 都搞颠倒了 你在制造 出生的啊 你在认真念佛 念念想求 西方 极乐世界 自立 你做许许多多的好事 回向帮助你往生 行不行 行 那么能成 能成 但是告诉你 品位不高 你在凡圣 你痛就痛 那为什么呢 你自己 为利益自己 生极乐世界 我就成佛了 都还是为自己 可是这个能生 这是净土了不起的 殊胜 因为这种念头 不是在净土里 修其他法门 不会成功的 你出不了六道 你所修的是 六道里面的佛宝 富得便死 不是功得便死 有你有自己 完全没有自己 完全是利益众生的 那是菩萨 那是圆满功德 你做一切好事 修集一切功能 有没有自己 有啊 为谁修的 为我自己修的 不错了 不错了 修进土 能生 凡生 统修徒 无凭位里面讲 振行 兼修 兼修 架杂自己的利益 在里面是兼修 没有自己的真心 菩萨真心 跟菩萨没两样 这些 你不搞清楚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修什么 真意修行 念念在提升自己 天天在提升自己 所以就发戏充满了 他真快乐 这个快乐 与世间五一六成 不相干了 与世间明文立扬 也不相干了 那些东西 统统都放下了 都抛弃掉了 这个事 你看看 戒定会 三学 三会 天天往上提升 真落 孔子说的好 学而实习之 不亦越乎 我天天在学习 学习 通通都落实在 生活 认识什么 生活就是学习 工作就是学习 待人介物 都是学习 这个学习 就是我们佛家讲的修行 在哪里修行 穿衣吃饭是修行 每一天 忙着自己的工作 是修行 待人介物 同样修行 你修行的功夫 得了 你会欢喜 关注 感谢观看